這次橫躺在馬路中央 現場不只散落大量女性衣物 還有屍塊散佈四周 警方到場後 趕緊拉起封鎖線指揮路上糟通 根據了解的事發 就在台東市松江路 一段六號深夜 發生嚴重死亡車禍 原本以為是兩名男子 騎著機車雙載倒地 其中一人遭到後方車輛碾壓 但警方道願詢問 生還的王姓男子 才發現兩人根本不認識 根據王姓男子說法 他是在北上途中與死者相撞 昏迷倒地後 被叫醒送醫急救 只是現場沒有其他交通工具 加上地面散落大量女性衣物 道路昏暗監視器也距離過遠 讓整起案件更加樸索迷離 警方只好逐步盤查 才能盡快將案情水落石出 華日新聞科舉王世凱成軍藝台東採訪報導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警方正確認了 有時的新聞資料 我們也要找到 有時的新聞資料 有時的新聞資料 有時的新聞資料